大家好,欢迎来到明星面面观 一般来说,导演会绞尽脑汁想让一部还没有开播的作品 提升更多热度,带来更多话题,看似简简单单一句话 其实,包含了相当多的内容 比如说邀请什么样的演员,说起工具 在众多新生代艺人当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位 又爆出一部带播剧《安乐传》,引起广泛讨论 在众多话题中,先扯到与她合作的女主角 气质演技俱佳,被铁杆粉丝判定为 看阵容要火的节奏,能够带来一部大制作 有能力有担当的艺人,从来不缺资源 他们诠释出来的人物,总有助一种特殊魔力 可以让观众感受到剧情的精彩 他们能够带动剧情发展 不经意之间让剧情变得更加引人入胜 工具被称赞为当红小生,也是一位演技派 无论什么样的角色,总会通过他自身努力,打动人心 最重要的是,能够成功将观众吸引到剧情中 即便那些还没有播出的作品 也能够在网络上掀起一股热潮 但凡是做演员的,就没有人不会演戏的 他们的差别,就是展现出来的演技 能不能把人物刻画得更加有神韵 演戏的最高境界,在于一个眼神 能不能与观众产生互动,让观众体验到剧情即将要发生什么情况 随着龚俊拥有的能力越来越突出 他参与的任何作品,从来不会被观众忽视 牵扯到他主演的《安乐传》 引起广泛讨论,指向与他合作的女主角 包括幕后制作团队等等 许多观众用一颗种子,形容一位演员在戏圈里的发展 他的存在就像一颗种子 随着时间的退役生根发芽,并且茁壮成长 最终成长为一颗参天大树 当然,这么多艺人在拼搏,在努力 真正能够扛起重担,担任男女主角 这样的比例是相当少的 龚俊的厉害之处,在于什么样的角色 都能够被他信手拈来 无论是一个冷酷角色,或者是孤傲的形象 没有任何难度,瞬间被他悟透的相当彻底 没有一位演员,天生就能演戏 精力多了,演技才会变得更加精湛 拥有更多资源 这是良性循环,安乐传剧组 为了打造更多热度,会透露更多相关信息 比如说人物造型,女主角的实力怎么样 通过部分信息了解到,女主蛮有吸引力 她就是迪丽热巴,是戏圈里的高颜值女星 要说演技,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 演什么就像什么,在她身上 拥有许多标签,相当丰富 有些演员,扮演的角色,达到了非常高的境界 诠释出来的人物,即便是一个眼神 仅仅看一眼,就会让人深陷其中 难以自拔 一句简单的台词,可以体现出她的用意 甚至一点微不足道的小细节 也能够表达出一种情绪 而且,这种情绪不仅仅只属于一个人 好比整部剧情发展的一个必然经过 从而让剧情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带来更多互动性,让剧本产生更高的播放量 龚俊就是那种只需要一个平台 就能够发光发热 娱乐圈就是她最好的舞台 经历这么多年的拼搏 成为了一位相当有实力 有能耐的演员 她参与的一系列作品 从来不缺话题,不缺热度 此部新剧本 先涉到与她合作的女主角 颜值出众 演技被夸赞为出神入化 看到阵容被认为要火的节奏 当你们了解情况之后 心中想法是什么样的 一定要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我一直非常期待你的想法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